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Vivian 歡迎大家來到我這個物業本身的頻道 今集我想 介紹給大家 我今次來到Mornington 這一邊的酒莊 這間酒莊我都相信 很多人都去過 又或者都認識的 今天天氣 其實本身一般 但Turnout下午都不錯 還停了雨 因為其實5月 一份的麥爾本都開始 天氣都稍涼 甚至乎很多時候都下雨 但今天我們真是很幸運 天氣真是很好 這裏環境非常之大 而我們今次 一行百人又是我們這班 韻食團 來這裏聚會 我們來到 入到門口有一個很大的 圓拱形的雕塑 都是他們手莊最適合的 一個招牌 好了 我帶大家進來看看 差不多走到餐廳前 有一棵很特別的樹 叫做Queensland Pottery 好可愛 樹幹肥肥軟軟 走到進去餐廳 哇 我們真是被外面的景色吸引 我們還有十分鐘 才到我們的預約 我們急不及待 走出去看看 我們走出去 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Pontneo 他們自己一個 雕塑公園 Sculpture Park 這個公園 其實是外面去看他們的雕塑 其實要收費 十元一位 但是如果你不想走出去 其實在外面都可以看到幾個很巨型的雕塑 外面的公園 其實是很大很大的 不過我暫時不帶大家出去看 因為我們就快 那個Lunch Booking到 所以快快出去 給大家看著一點點 外圍就不收錢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個 他們幾出名的雕塑 等一會再帶大家去看 由於這個酒莊 Pontneo 在近海邊 所以整個地方 都非常之大風 我們進去 看看他們的酒 這間酒莊 最出名的就是Pinot Noir 和Chardonnay 我們看到他們 有兩款不同的Wine Casing 一個叫Standard 一個叫做Premium Standard 就是10元 而Premium 就是20元 大家都可以有興趣 在吃飯之前 或者之後去試一下Wine 都不錯 我們有看到 這間酒莊的兩間餐廳 都拿了很多獎 其實我們這次去 就是一個Pontneo Estée Restaurant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 再高級一點的 那個叫做Nora 我看到其實它是一個 好像一個Private Room 裡面的情況我看不到 因為它是有磨砂玻璃窗 但是似乎會 服務更加周到 而且他們吃的菜式 也和我們不一樣 下次有機會 如果我可以吃到的話 我會和大家分享 那好吧 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 他們的staff 就帶我們進去桌子裡 這次很幸運 因為我們是有8個人 所以他給到最後的窗邊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外面的外景 也不會說 會有很多人在我們旁邊走來走去 因為我們是最後一台 我們走到我們張桌 原來我們剛剛坐在 Laura餐廳的外面 那Laura 為什麼叫Laura 我很相信 就是因為這間餐廳 剛剛對著其中一個雕塑 那個雕塑就叫做Laura 我們坐下之後 我覺得這間餐廳 也不需要有什麼Decoration 因為它有一個無敵大窗 外面全部是無敵美景 我們坐下 第一時間試應 就問我們喝什麼 我們就選擇了 最出名的Pinot Noir 和其他朋友不喝酒 就選擇一些 Cocktail 然後我們就想一下吃什麼 我們選擇了 是一個Free Cost Meal 有Entree Ming和Dessert 由於今天是屬於Weekend 所以每個人叫的都是3 Cost Meal 即是有Entree Ming和Dessert 每人是120元 如果平一過來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2 Cost Meal 大家看到那張Menu其實挺有趣 後面有一個動物 像戰豬一樣 那好吧 我們第一樣的食物已經到了 就是他們的好好味的麵包 好 接下來就是Entree Entree 其中有King Crab Pasta 有Octobus 有Tuna 還有Burn Cheese Cake 然後Entree 我們也想點多一瓶酒 大家都比較喜歡紅酒 那就試試點另一瓶 就是Saras Saras 當然了 Saras 我們喝完之後 都覺得其實它的Pinot Noir 是好喝點的 出色點的 但都不要緊 我們都是一樣好好享受 這裡每一瓶酒 品嘗完杯Saras之後 又到我們的Ming出場了 其中有這個I Feel It 還有Snapper 這個Snapper 煮得真的非常好吃 還有Port Belly 還有Burramundi 因為沒什麼菜 我們大家都點了一個Buccanini 來Share 那好了 又到Dessert了 當中有這個Vanilla Ice Cream 有這個Cheese Platter 還有這個Tanemisu 不單止這樣 我們還給了Surprise 給我們兩個五月份生日的朋友 給了個Birthday Cake 大家一起慶祝 好了 吃完這個Dessert之後 是時候出去逛逛了 我和我老公 就決定出去這個雕塑公園看看 這個雕塑公園 就是10元的入場費 其實外面很漂亮的 但問題真的很大風很大風 不過不要緊 無阻礙我們的雅慶 我們去看一下 他們特別的雕塑 其實裏面有很多個不同的雕塑 每個雕塑都會有介紹 那個作家的名字 他們的年份 以及他們想帶些什麼訊息給大家 我們其實走每個雕塑 其實距離是大概20多米 好了 讓我帶大家 給大家一點時間 大家看一下這裡的雕塑 大家的感覺又如何呢 在雕塑期間 亦都有一些入場的朋友 亦都會和我們分享自己的感覺 在美國對這個雕塑 或者這個雕塑家 他帶出的訊息給我們 他的個人感受 那好了 這一個就是其中一個 Signature的Status 就是叫做Laura 這個很大個人頭 放在草地上面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這些雕塑給你什麼感覺呢 這裡的雕塑 我發覺有很多不同的物料 不同的原料 不同的形狀 顏色 亦都有一些好像很古靈精怪 亦都有一些是在視覺上 有不同的感覺 我們都走到差不多一大半 亦都差不多接近尾聲 而且都開始黃昏的時段 我們快快去拍了幾張照 走完這個雕塑公園 這個雕塑公園 我自己覺得都很值得來的 總括來說 我想分享給大家 Pontmeo這個酒莊 不單止的地方美麗 野食又好吃 酒又好喝之外 還有一個充滿了 文化藝術氣息的酒莊 我非常推介 我相信都是這個 維多利亞神 首一數二 一個美麗的酒莊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今集的分享呢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的channel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